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房外传来敲门声 范贤摁了一声 推门而入的是腾大家媳妇 手里端着一个托盘 上面放着两碗汤药和姬小波药丸 透着浓浓的药草气息 范贤的药如今都是腾大家媳妇天天盯着经手 在这种很重要的环节上 他能完全信任的人不多 腾大家媳妇将托盘放到桌上 又赶紧去旁边倒了几杯温水 像排冰一样排在了桌子上 生怕范贤吞药的时候来不及倒水 范贤摇摇头 一手拿着药碗 一手抓了把药丸 就像吃糖豆和糖水一般 面不改色的往嘴里边送 只是药的分量太多 他这般豪迈 风卷残云的吃法 也花了好一阵子 才清空了托盘上的所有的药 哭了少爷了 腾大家媳妇面带怜惜之色 砸吧砸吧嘴 似乎吃药的是自己 除了怜惜之外 这位妇人也极佩服少爷 天天这么多药惯着 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呀 少爷居然还能面不改色 甘之若意 那位监察院的费大人也是的 不就是个刀商 用得着这么紧张 开这么多药吗 范贤笑了笑 说到剩了一顿早饭了 主仆二人说笑两句 腾大家媳妇就离开了书房 范贤却坐在书桌后开始发呆 天天一斤两斤要的吃着 老师的医术自然不必多提 对于顾精裴络 确实有极大好处 不过终究不是个彻底解决的办法 想到此劫 他不由想到海棠的来信 虎盒真舍得将天一道的功法 传给自己吗 他自嘲的笑了起来 看来对方是准备将自己 像一头猛虎一般培养 这种手段男警人也做过 比如长公主 比如自己 都希望北方那位上山虎 能够继续维持他的勇猛 让对方的朝廷 始终处在一种紧张而不安的状态之中 天一道的功法外传 如此紧要之事 苦和一定不敢大意 而天一道门下 也只有海棠与自己关系良好 范贤断定日后南下传宫的定是海棠 一念及此 范贤不知怎的 竟开始期盼那一天 忽然间他眼光一低 看着面前那几杯茶 觉得这几杯青黄沾沾的茶水 像极了一个个的独眼怪人 一愣之后 却因为自己这古怪的联想力 而笑出声来 紧接着咽喉处一色 胃心处一丈 呕吐之意大作 知道是吃了太多的药 而且吃得太快 他赶紧端起一杯茶 灌了下来 游有余悸地揉了揉胸口 满脸苦笑 再不似在疼大家媳妇面前摆裤 抖狠的模样了 不知为何经这么一折腾啊 他的心情却古怪的好了起来 将什么身世仇恨 威胁 皇宫 江南 全数抛到了脑后 也对啊 人生就是无数把药丸子 你总得慢慢的吞 也许会苦 也许会噎着 但你还得吃啊 开心一点总是好的 高达单手情刀鱼后 双脚不钉不扒而立 气势逼人 却没有人看见他身后握住长刀柄的手正在微微颤抖 他看着身前不远处眉开眼笑的范贤 心里咯噔一声 按想 提斯大人怎么今天这般高兴呢 全不是前些日子的煤台 范贤出书房之后 高达才知道提斯大人今天让自己起早床 是要和自己切磋一把 高达明知道自己不是范贤的对手 而且对方最近才受了重伤 当然不肯答应 却是被范贤逼得不行 最后两人决定不用真气较量一番 这正是范贤所愿 他一点真气都没有了 自然是不能真打的 虎卫长刀 对上了被宫中侍卫们从悬空庙前的金线菊丛里捡回来的黑色匕首 两位高手在范府的花园里真兵对战 叮叮当当好不热闹 惹来许多吓人围观和看热闹 更有些胆大的扯着嗓子为少爷加油助威 不能用真气 屏障的全是身体在控制与反应速度 不一时高达竟然落了下风 任何招数在范贤的反应与速度面前 似乎都不怎么起作用 兵器上没有附着真气 高达竟是赫然发现 范贤的力气比自己也大一些 对于这个问题 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知道自己恋武是如何刻骨 咱们可能提斯大人还在自己之上呢 尤其是如今面对着范贤 不仅仅是面对着一位上属 一想到范贤那个被传得沸沸扬扬的身世 高达的出手 总是会有些下意识里的畏惧 如果此消彼长 交锋数次之后 他握着长刀的手 都抖了起来 范贤手指一拨 细长的黑匕首在他的手上 巧妙地转着圈 画着黑光圆圈 看上去十分诡异 其实这只是前世时 他住院前在课堂上练就的转笔功夫罢了 但落在高达的眼里 这招啊 实在是厉害 他看着高达 皱着眉 摇了摇头 说道 你也看出我伤好了 不要留手 说完这句话 他脚尖在微滑的寒冬泥地上一点 整个人向前倾斜着快速冲了过去 高达眼中脸色一现 终于两只手握上了长刀柄 双腿为蹲 抱贺一声 破 长刀当中正正砍了下去 划破范府后宅清晨的空气 刀落得快 范仙出手更快 正是在高达长刀还举在头顶的时候 已经冲到了对方身前 双腿一弹 手腕一寒 像鸟儿雕石一般 握着匕首狠狠地扎了下去 当的一声 两个人分开两步 颤了两下便站稳了身体 范仙占了势 让高达的长刀无法完全发力 而高达却是占了长刀本身重量的优势 两个人打了个平手 范仙一笑 挥挥手说道 今天就这样吧 打明儿起 咱们天天打一架 我看这对疗伤啊 还是极有好处的 说完这句话 他咳了两声 用袖子掩住了嘴唇 看着袖子上的丝丝血迹 并不怎么惊慌 最后那一剂虽然没有用什么蒸气 但是 浸血回冲 没有蒸气护住心脉 还是受了一些伤 高达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只是皱着眉 说道 大人 你受伤后 最好不要调用蒸气 不过 以战带炼 不用蒸气 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 毕竟对敌之时 差别太大了 就算将身体练到了极致 也不可能对境界 带来太多好处啊 他身为虎卫统领 又看着范贤跑步 误以为范贤是打算走一条新的修行路子 以外公入内甲 理所当然秉持夏淑 本分 对这种歪门邪道 很谨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 范贤笑道 只是 输尽活络而已 我当然知道 何者为己 你不用担心 他有句话没有说 在这个世界上啊 确实有人是不会争取的 却依然可以达到最顶尖的境界 比如 五诸书 前夜府外小巷中的命案 高达已经向他禀报过 他自以为是五诸书 又杀了一位信仰方面的刺客 并不怎么在意 只是想着总有一日 自己得寻个僻静的宅子 再让五诸书 且几盘凉拌萝卜丝 自己再喝几重小酒 回味一下当初在丹州的幸福时光 此时红日已出 沉寒烧去 前宅的丫鬟已经过来喊了 范贤入屋去换了件衣裳 就往前宅行举 一路看着出生续日 满园清淡东景 心头倒是舒朗自在 浑然不知最亲近的五诸书 已经飘然远去疗伤 而自己曾经面临过怎样的危险 好在 这一切都过去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范府的早饭气氛有些怪异 前宅的人毕竟不是天天服侍在范贤身边 所以那些模样俊俏的小丫鬟们 总是喜欢贪婪地偷窥着少爷的美色 反正少爷也被人看习惯了 不在乎这个 但今日却没有多少丫鬟敢看刚刚进门的范贤 只是沉默地站在桌后服饰 偶尔有胆大的看了一眼 露出眼神却是近距 黄泉如天哪 这个思想早已经深植于天下所有庶民世子的心中 而如今都在穿 范贤是皇帝与叶家女主人的私生子 于是乎 所有人看范贤的目光都不一样了 天家血脉呀 再也不仅仅是当初那位可亲可爱可敬的少爷而已 也不再仅仅是位文武双全的权臣 而是天子之子 只是在这个传闻之中 范贤老爷互不上述范贤的角色不免有些尴尬 所以范贤的下任丫鬟们就算再好奇 也不可能在饭桌之旁表露出来 除非他们不想要命 只好在深夜的房间里 温暖的被窝里 窃窃私语一阵 范贤也能察觉到这份异样 脸上清美的笑容却没有散过 静止走到桌旁 规规矩矩 恭敬无比的 想端坐于上的父亲大人 行尘离请安 范贤斑闭着眼睛养神 很自然地点了点头 坐在范贤身边的柳氏 面色却有些怪异 强行掩了过去 露出的笑容却还是有些不自然 柳氏家中背景深厚 当然知道传言的真伪 这些天早就被震惊得不行了 尤其是想到当年 自己还想我要毒害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心头更是畏惧 一想到范贤的真正身份 他便觉得自己受这一礼 十分的不恰当 想站起来避开 又怕老爷生气 似乎察觉到是他的异样 范贤的唇角 夫妻淡淡嘲讽一位 缓缓地睁开双眼 看着身前的儿子 说道 今日要入宫 注意一下行止 范贤笑了起来 又不是投一回去 没什么好注意的 还不是和从前一样啊 还不是和从前一样 这句话里的意思很简单 又很不简单 在旁边听着的柳氏心头微领 还在琢磨着的时候 那边父子二人 却已经含笑忽视 彼此了然于胸 一者老外安慰 一者如目思思 和其荣荣也 正吃着饭 忽听着园子东边正门处 隐隐传来人声 范贤停住皱眉 说道 何人在喧哗不止啊 范贤递了毛巾过去 让柳氏 让柳氏替父亲擦掉 胡须上沾着的周立 他知道父亲自从脱离 刘金河生涯之后啊 便走的这个素正之道 此时见父亲 微怒乌糊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起来 能有什么事啊 您安心吃饭吧 有下人急匆匆的到宅门口说了声 丫鬟又进堂来说了 范安芝一听大饿 再也顾不得 刚才这个劝父亲安心吃饭 停了筷子 愣愣的看着房门口 不知道待会儿 自己该说些什么 少奶奶临婉儿 小姐范若若 此时已经领着 思思四旗两个大丫鬟 一杆随从侍女 坐着马车 从苍山回到了京都 此时已经到了府门 范贤望着父亲 愕然的说道 父亲 咱们不是瞒着山上的吗 婉儿若若这一干人 急匆匆的赶在清晨回到京都 想必是昨天懂得神 竟是连夜回来 如此之急 连留在山上的虎卫 与监察院官员 都没来得及给自己送信 这自然是因为姑娘家们 也终于知道了 京都里流传的传言 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心忧犯贤 当然要赶着回来 范贤得知是 而媳妇和女儿回来了 面色已经恢复了平静 自柳氏手中 接过毛巾擦了两下 又低下头去喝粥 慢调思理的说道 叶灵儿那丫头 和柔家郡主都在山上 这事儿能满几天哪 看着儿子茫然的神情 范贤微笑道 你们年轻人有话要说 去后宅吧 待会儿啊 让小厨房里再给你们重新坐 从山上这冷地方下来 重新弄些热的 范贤知道父亲放行 赶紧应了一声 便出堂去接人 后宅里一片安静 范贤与婉儿 弱弱坐在房中 像三尊尼菩萨 似乎不知道 应该由谁开口 毕竟这事儿有些复杂 如果让范贤来解释 恐怕要说出一场偏雷 若让姑娘家们来问 却又不知道那传言究竟是怎么回事 胡乱发问 会不会让范贤心里不痛快呢 办上之后 终于还是婉儿 咬了咬肉嘟嘟的下嘴唇 是探着问道 惊中的传言平息了没啊 没 范贤听着妻子发问 心里反而输了一大口气 笑着说道 传言这种事情啊 哪里能一时半会儿就消停了 你们两个也是的 这么大的事儿 谁都这么急忙下山 连夜赶路啊 万一将你们两个摔了 那我怎么好过 他这时候 教训妻子妹妹一套一套 却忘了自己当初下山之事 犹如惶惶丧家之犬 被范贤陈平平二老 好生讥讽过一番 我待会儿要入宫 范贤想了想 看看欲言又止的妹妹 满脸无措的妻子 微笑说道 什么事儿 等晚上回来再说吧 不过有句话在前 我范贤始终便是范贤 这个保证是可以给的 范贤出门 开始准备入宫的事情 满脸眷容的思思 却凑到她的跟前 思思打小与范贤一起长大 勤奋自不必说 关键是被范贤 熏陶的极其胆大 没有什么忌讳 与太多的尊卑之念 林婉儿和若若 都有些问不出口的事情 反而是这位大丫鬟 直接的多 她神秘兮兮的 牵着范贤的衣袖 来到花园里 一个僻静之处 开口问道 少爷 听叶小姐说 您 您的母亲 是叶家那位女主人 范贤哈哈大笑 拍了拍思思的脑袋 说道 还是思思最痛快 然后她压低了声音 也神秘兮兮兮地回道 是啊 思思张大了嘴 马上又转成了憨憨衣袖 这大丫鬟年纪 比范贤还要大个两岁 却始终是这般 柔中带愣的性子 由不满足那颗八卦的心 继续问道 那您真的是 陛下的儿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